藉由亲子共读探索及江黄染DIY 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一起体验 透过书籍与手作课程的结合 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并且透过互动提升对阅读的兴趣与人质发展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透过这个活动的吸引 可以喜欢更喜欢阅读 然后让爸爸妈妈知道阅读的好处 让小朋友更知道阅读的好处 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开始阅读了 那他们可能看不懂字 但是他们看得懂图片 就这样看不懂图片 那透过爸爸妈妈的拥抱的时候 抱着他们看书一起阅读 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然后他们也可以因为阅读 达到他们的让孩子有安全感 然后他喜欢阅读从小就培养 因为阅读一定要从小做起 草屯站立图书馆为了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和习惯 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努力打造优质阅读环境 并且举办多元活动 这次的所做体验也吸引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参与 最小的是六个月大的宝宝 因为我的小朋友比较活泼好动 所以今天想说大家来参加这种活动 可以让他多认识一些同学 然后可以乖乖地读书 听老师讲故事 然后做姜黄栏这样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棒 就是小朋友可以多看书 然后又可以做活动 让他们可以在手作里面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像用植物可以渲染 然后变成布 做起来会很有成就感 鲜员简吃盛肯定主办单位用心规划 安排活泼趣味的内容 期望透过家长陪伴孩子们阅读 让孩子从故事中增进语言与想象力 进而培养阅读习惯 建立学习的良好基础 虽然说年轻到五岁 小孩懵懵懵懵懵 有的都要不幸 透过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还有跟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能够一起共同的阅读 这很好地培养他的兴趣 小孩可以看一些图样也好 由我们家长医的跟他解说之后 培养他阅读的兴趣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正立图书馆 他那么用心地在举办 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永续下去 草屯正立图书馆推动营幼儿阅读 从出生就能够接触到书籍 目前还推出了阅读礼物幸福方案 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们 多使用图书馆资源 从小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记者洪一伦草屯正采访报道